今天在這個明報的論壇版有一篇一位年輕的學人孔浩峰 他以前都寫過幾篇 就是支持社民連那個抗爭的 今天這篇文我覺得是民主派的朋友真的要讀一讀 我支持公投我支持前職在選 那有什麼有多激進呢? 我真的不覺得激進 甚至乎我不覺得公民黨社民連有多激進 這些政黨在歐美發展的一些民主國家 甚至乎是中間偏弱的 是比較保守的政黨來的 他就是美國印大安拿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的社會學系教授孔高峰教授 很高興今天我們可以請到孔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好孔教授 好孔教授可不可以簡單地講一下 其實你在學術上或研究範疇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沒有說哪一個特別的範疇 沒有說火麒麟周身印 我什麼都研究一下 但主要集中都是跟全球花有關的題目 現在做一個題目就是 看看中國和印度的採取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 其實很多網民和朋友都看回 其實孔教授的文章非常精彩之餘 其實我們去到現在都發覺很多的觀點都是重點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回頭看 五區公投最後原來真的迫使中央做出了一些揚報 大家都可能之前猜不到 然後譬如說現在 譬如說當時說了 譬如說社民連 譬如說粗口這個項目 然後就很大回應 譬如現在 譬如現在 到現在還有很多黨派 一些人都會抓住這個項目去攻擊 譬如說社民連 粗口 對 粗口啊 人生攻擊 升職他們人生攻擊 但是很少會在論述上面去駁斥 去辯論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謝謝 不過我想說一句 今天我們坐在座的 我很高興見到台上有三位的女性嘉賓 台下前派有很多年輕的女同學 我們在這個公共空間裡面 經常被一些非常負權的男性佔據了 你們用的是一些男性暴力的語言 是非常負權的 有人在網上說要強姦留慧慶 有人在網上說問候我媽媽 我媽媽老人千萬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是很不高興的 任何一個在公共空間裡面發現的 我們必須要尊重一個有不同意見 我們可以各自表述 但是不可以用人生攻擊 還有一些這麼負權的 這麼男性的 這麼暴力的 肢體語言 還有暴力語言 我們女性 女性要起來 好 多謝你黃碧雲 有性抗爭 好 意見要表達 但是絕對不應該給香港走向報名勝致 謝謝 黃碧雲 剛才黃碧雲所說的 我相信你在現場99.9%都是贊成的 我們不可以說粗口 不可以用語言暴力 不可以用負權暴力 對嗎 對 好 網上的不對的言項 我們要譴責 但是未必是我們現場朋友所表達出來的意見 你同學不用怕 好 不用怕 但是有些出街的東西 謝志豐 你都知道 這幾年 是非常之恐怖的 因為是完全 是人生攻擊 講粗口 各樣東西 我沒有說你說 我沒有說你 我沒有說你 你今天講粗口 沒有 我說 一路是網上說 最近 OK 繼續 這個問題就是 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香港很少有一個可以持久的 很長的一個論戰或一邊 譬如你看看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 五年一大變 兩年一小變 就是有辯論那邊 就算在民進黨裏面 他都派系隆立 他有很多不同的路線 他們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雜誌 刊物 來寫很長的文 來論證他的路線 立場 然後 而且有不同的路線 不同立場的人 久不久就會搞大辯論 他們有路線分歧的時候 就會有大辯論 找一些各派的投票出來 三日三夜都辯論一場 然後很多媒體又會報道 關注 就是很多這些論述的辯論 但香港反而一直以來都比較少 但這個不是現在才有的 就算是90年代到現在 即是你們當時 即是在90年代 即不是說去到現在這個 即是所謂的民主黨轉態這個位 其實之前已經是看到他們 其實有這個潛在的問題 即是 是的 這個搶偉主義 這就不單止是90年代 因為我90年代開始接觸這些 所以就開始看到這個問題 但後來做多些的研究 或者是看回80年代整個民主運動的發展 甚至80年代開始的時候 很多的民主運動裡面的主流的一些領袖 已經是有點